反弹了吧 高兴了吧 给邀哥的关注点了吧 没点到赶紧点上 谈完了之后 我先来给大家说我的结论 我可能不一定有你们那么兴奋 也许我今天的结论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为啥这么说呢 我们且听飞席 首先第一个 今天的这个反弹的话 我觉得来的还是非常应景的 毕竟从技术角度出发 从消息面发酵来看该来了 但是有点遗憾呢 朋友们哪点遗憾呢 这成交放的太快了 这一下干到2万个亿 你想多出来的这6000亿 他是怎么想的 6000个亿的浮动性筹码 单日涌入 那就预示着 你哪天要行情不好的话 人家这6000亿也就 是吧 可能你接下来会看到市场成交1万7 实际上是大量的短期割肉盘 所以人家敢给你来跟风的时候 非常的有信心 不带脑袋 无头苍蝇冲的就进来了 那你说这帮人跑的时候 怎么着他就带脑袋了 他不照样也是这样割吗 你看我们从10月8号以来到现在 见证了吧 人家这帮新股民割又是真割呀 这割下来是不带犹豫的呀 所以今天我们成也风云 怕未来呀是败也风云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我感到担忧 是啥呢 早盘的缺口没给不了 早盘的缺口这玩意吧 可能广大散户投资者朋友们 有点关注 但是不太关心 这个东西其实是这么来的 叫做殊途同归 我们近期这段时间吵的是情绪 这点能理解吧 没啥基本面吧 对不对 都是情绪 既然吵的是情绪的话 那情绪指标我们应不应该关心 那我告诉你 在整个所有的技术分析当中 缺口理论是情绪分析里面的老大哥 最有效的这个就是他了 所以如果今天早盘 在回撤的那过程中 再跌二三十个指数点位 就再跌二三十次 哎呀 今天这行情就大开大合 就真的漂漂亮亮的了 就夯实了底部基础 拳头一收回去 打出来就有劲了 结果今天那个拳头没有收到位 收了小一半就开始往外打 有时有点力气 但是你接下来你会觉得 这个拳头打出去了 他没有第二手出拳的机会了 所以缺口美补有所遗憾 对于机构投资者比较劝退 对于新股民 对于散户人员不关心的 那我们看他干啥什么玩 缺口理论 一切都是钱说了算 对吧 但是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会觉得 你毕竟走的是情绪 那我情绪指标 我还是要在意 对吧 这是这个 第二个感到遗憾的 那么第三个是啥呢 就是我们的交易端 哎呦 今天这个半导体涨了吧 其实他早上也在涨 昨天也在涨 最近这段时间啊 整个从上周开始分化半导体以来啊 上周三给大家说强者横强以来嘛 到现在为止 其实半导体的回撤是非常少的 一直都是一个强者板块 所以今天他早盘也在涨 下午盘涨呢 当然也有一些消息面的推动啊 比如说什么科技要打头阵啊 人生能有几回搏呀等等 他有些这种驱动力量 在产生的更多的跟风情绪的介入 所以整个半导体板块都涨停了 当然因为有很多20厘米的这种 所以他就超过10%了嘛 也算是板块涨停了吧 他里面有个问题 朋友们什么问题呢 我们抓细节 就是今天的半导体和今天的证券 确实是最强势的两个板块了 但是这两个板块里面的进场资金啊 没有方向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今天进半导体进证券的 还是以新股民为主 老股民手法要老到的多 他只会给你干龙头 新股民来了之后 他只看名字 你比如说哈 今天早盘 刚开始做证券的时候 最开始做什么浙商 做天风 他们那个一个系列是在干啥 是在做资金流 然后结合一点点这个合并 是吧 你要是真是做合并 你做的中国银河给我看看 你做的国泰军安给我看 做不了 顶多做个海顺 所以他其实走的是资金流的这条线路 结果呢 早盘的时候 我看啊 券商明明在走资金流炒作 却还是很多散单交易去搞东方财富 去搞中信证券 所以就是这些交易的资金 他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整个结构啊 在板块内的结构啊 他都是不清晰的 然后再到了今天下午拉半导体的时候 拉半导体的一时候也是 你看谁先封板 接二板接不上 你做硬件做软件的分不清 他整个结板都是混乱的 只是资金量确实太大了 没辙全给你封了 所以最后就混淆在一起了 但实际上你从细节当中挂单 你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 散户真的是无脑在跟的呀 这样的无脑跟风盘 他内心是不坚定的 当然他也敢跟 也真的敢 就是打到60个指数点的时候 给你敢跟到120个指数点 所以为啥我跟你们说 在这种所谓的牛市行情里面 要离老股民远一点了 这种盘面老股民不敢上 老股民敢上 顶多可以三成仓位做短线 他不敢跟你上 但新股民是真敢的 所以你说我这讲完了之后 从板块结构 从市场情绪 从成交非西角度出发 你说你敢于那么强劲的 去看好目前的 A股市场的这波走势吗 你敢说今天上了2万亿之后 下周一来就 这个天朗气清 晴空万里 只剩阳线了吗 不敢说的 我现在只能跟你说啥呢 下周一早上 我给你写个文字版的盘前总结 好不好 下周一早上文字版 我们再见 这个东西我觉得靠谱一点 现在说这话 我还不知道明天正经会 开会讲啥呢 我还不知道周末期间 整个市场情绪会往往哪方面发酵呢 我甚至不知道万一是周末 又来点什么小作 我已经到一下市场情绪呢 所以现在做行情判断 我只能跟你说 纯粹从交易端啊 刚才我讲的叫交易端来看的话 一般 不代表它真的就激活市场情绪了 只是今天做了一个过渡 下周一早上文字版 不见不散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 下周我不做直播的啊 下周我的直播先停一下啊 因为这个其他原因啊 下周停一下 然后但是我早盘的文字啊 还有下午盘的复函呢 那些都会给大家来进行撰写和录制的 我们继续还是可以看到盘面的 其实你每天下午看我一个复盘 把今天的这个盘中的事 大事我一定能跟你说 我没说的就没那么重要啊 包括你看昨天很多人在我的那个评论区里聊 哎呀什么交歌日啊 交歌日啊 其实那种真的不重要 不重要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以讹传讹的 把它看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这重要的我一定会说 然后早盘的文字我也会去写 在前一天此时此刻收完盘 到明天早上开盘之前 有哪些重要东西 我都会给你写 所以其实这两块你关注到位 也就够了 然后未来想要做更多交易的 那些学习啊 小的知识点的那些 等我下周休息一周啊 往后直播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多看我的直播 好我们下周再见